第十一代的 Honda Civic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Honda Civic FE 原定于在今年登陆我国市场 而且在之前 Honda Malaysia 的高层也表示了 我国会是这款车最早上市的国家之一 但是因为我国在 6 月的时候 进入了再一次的 MCO 加上全球的芯片短缺 导致这辆车一言再言 最近我们终于获得了这款车比较详细的资料 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看一看 Honda Civic FE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地方 我们先来说一说上一代的 Honda Civic 上一代的 Honda Civic 为了压低入手的门槛 所以除了这个 1.5 公升的 VTEC Turbo 引擎之外 马来西亚市场跟泰国市场 还提供了 1.8 公升的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 可是在这个 Civic FE 上面 这个 1.8 公升的自然进气引擎就被取消了 新车三个车型都会完全的采用 VTEC Turbo 引擎 而且这个引擎经过了软件跟硬件的升级 马力表现不仅比起 Civic FE 更高 而且据悉我国市场的 Civic FE 它的引擎动力 比泰国版本还要更好 我们在这里先说一说泰国的版本 泰国版本的 Civic FE 最大马力是 178 PS 峰值流率 240 Nm 实际上对比上一代的 173 PS 跟 220 Nm 都有小幅度的上涨 可是在马来西亚版本的引擎动力可以跟日本还有美国媲美 我们的版本最大马力是 182 PS 峰值流率维持在 240 Nm 匹配的同样是 CBT 变速箱 但是会有着一个动态模式的选项 就是说有 Sport Eco 跟 Normal 不过我们暂时还不清楚这款车的 0-100 加速表现会比上一代进步多少 但是看的引擎数据相信会有稍微的进步 顺便提一下 上一代官方数据 0-100 加速是 8.2 秒 引擎部分其实并没有太过于惊喜 大家都知道应该就是这样的配置 但是在其他的规格上面 这一次 Civic 就非常的有诚意了 首先这个 LED 头灯组是全车系的标准配备 在之前如果你是买到最入门的版本 它给你的还是 Halogen 的灯泡 但是现在全车系居然都标配的 LED 头灯组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GC 的 Honda Civic 全车系将会拥有 Honda Sensing 这个真的让人有一点惊喜 意思就是说你买到最入门的版本也好 这个版本也可以给你非常丰富的配备 所以不再存在你买 Low Spec 这个说法了 不过它们在一些细节上面还是会有差异 例如说这个入门的 E 版本 它采用的是 16 吋的轮圈 然后它的触屏主机尺寸也会稍微小一点 就是 7 吋 至于顶级版则是 9 吋 再来一点就是这一次 Civic 的顶级版本 会被称为 RX 也就是这个运动化的车型 我们在这个 City 跟 City Hatchback 上面 都已经看到的 RX 版本 而这个 Civic RX 则是第一次进入我国市场 同样的在上一代的 Civic FC 呢 在泰国市场其实已经提供了这个 RX 的版本 它具备了更大的轮胎尺寸 还有更运动化的空力套件 只是当时这个版本并没有引进我国市场 而在这个 Civic FE 第十一代的 Civic 上面 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一个车型 我相信未来 Honda Malaysia 的主力车型 就是会在这个入门的 E 版本 还有顶级的 RX 版本 E 版本的话 比较符合就是说 可能他们需要一台 C Segment 来代步 然后需要还不错的配备跟引擎动力 至于 RX 版本瞄准的消费族群 则是喜欢运动化的年轻人 这边插播一点消息 就是在日本方面 日本的媒体已经在日本测试了新一代的 Civic 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上一代的 Civic 作为对比 实际上这个新一代的 Civic 看它的外观湿湿湿湿湿 可是它的整体的动态表现 居然比起上一代的 Civic 还要出色哦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 Civic FE 来到我国市场之后 应该会延续这个 Civic FC 的热卖趋势 至于 Honda Sensing 具备了什么功能呢? 就是非常多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例如说前方撞击一颈自动紧急刹车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车道偏移警示 车道偏移辅助 车道维持系统 主动式定速巡航 这个非常重要 因为它带 Stop & Go 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是在长途驾驶的话 这个 Stop & Go 的功能 真的可以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如果以上的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这次 Honda Malaysia 它们带来的 Series F1 配备规格 真的是相当的恐怖 至于在价格方面 则是暂时没有任何的官方消息 因为这款车都还没有推出 所以 Honda Malaysia 也不想提前造势 可是我们从一些小道消息有听到 对比上一代的 Series F1 呢 它的价格大概有一万块的涨幅 但是我们考虑看看啊 如果只是涨价一万块的话 你可以换到这个 Honda Sensing 你可以换到 LED 头灯组 你可以看到 1.5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实际上这个涨幅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就算真的是这个价格的话 CWIT FE 依然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 C Segment 之一 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很有竞争力的 当然以上的消息都是没有获得官方证实的 可是因为有一些证据证明了 这些配备是真的存在 所以我们相信 Honda Malaysia 正在下一盘非常非常大的期 而且这一步棋可以让它们继续成为 C Segment Sedan 之王 大家对这个全新一代的 CWIT 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见 拜拜